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境内就业前景不容乐观 越来越多年轻人 尤其是35岁以下群体的宁愿为止 单身也不愿结婚 就算事业有成 不少人对结婚还是有很多的顾虑 是的 在时代的变迁之下 年轻一代对婚姻的观点大有改变 恐怕将会让面对低生育率的中国 连续两年 面对人口缩减的趋势 中国经济放缓 青年失业率去年创下新高 导致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起暂停发布数据 在生活和工作双重压力下 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单身也不愿结婚 中国在2022年的结婚登记率就曾创下新低 就算事业有成 30多岁群体一提起结婚 还是有许多顾虑 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成本很高了 尤其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的话 比如说可能结婚就面临着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安家 那房子肯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 可能很少有人 包括很少有女孩子会觉得说 我愿意跟一个男生租房去住 然后去结婚这件事情 所以在经济能力上面 其实可能会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 包括我也一样 婚恋问题跟国家的一个经济情况 城市的经济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是我们想单身 而是这个城市结构 经济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面对结婚率下降 生育率低迷 老龄化家具等人口问题 中国政府也推出一些政策 希望改善情况 但对不少年轻人而言 治标不治本 要结婚还是得三思而后行 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 有关注这些政策了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策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并没有切实的关心到 年轻人真正的真实的需求 其实比如说现实的生活压力 房价呀还有工作呀 还有它的这个学历不断的提升 其实也在延迟它的婚姻年龄 但是这些实际根本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成绩下的话 其实通过一些表面的 然后短暂的这种鼓励政策 其实蛮难的 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了 60年来的首次萎缩 如果年轻人迟婚或不婚情况 未来几年都无法改善 人口问题恐怕将日益严峻 他在阅根本上保管 maybe几年都无法改善 几年都无法改善 对了一年都无法改善 人口问题 由一年都无法改善 他在阅根本上保管 好像是 fulfill 那种法 都无法改善 来到 对了那种 禅不民